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起有些个那个 我还就说没见过人面兽心的 你知道吗 过去我还说我就是一人面兽心 我就是一小人 我还跟人这么说 我看了一起事件之后 我开始觉得我算好人 你觉得这世界上 人家说天外有天 你现在说地下有地 魔外有魔 那么就是这个事现在都传遍全国了 你知道就是这个人叫王杰 王杰还是英雄 咱们的树的榜样 我以为你说唱歌 你不知道王杰是谁吧 这不同时代的王杰 咱们那个时代的英雄 雷锋王杰 就叫王杰 王杰是什么世界来的 但是新时代的王杰 也曾经被人称为大山里的天使 这是个被我们树的榜样的人物 他也叫王杰 他是什么呢 广西百色隆林县 那个山区 那个少数民族的那个地方 这个人叫王杰 小个子身高才一米六 你知道吗 我给你看一组图片 这是触目惊心 你看就是就是这丝 你看他还曾经这个 就是想考画画的 就是你看他他他画画 据说他就是考上什么学之后 差了一两万的学费 使他兴起了 就是要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 上学住学的这个心 你再看下边 所以他成立了广西这个百色住学网 一度很有名 就是到处接受捐助 由他呢 来发钱给那些贫困山区 上不起学的孩子 你看 这他拍的这个视频啊 就是说到田间地头送钱去 哎 这个人一度被数为当地的一个一个大善人的榜样啊 但是你注意到后面很多小女孩 然后你看 这个他跟人的微信 他被人家举报 举报人家截屏他的微信 是什么意思啊 他在村里就成立那种女同班啊 给发放这个助学金嘛 然后呢 一个女同班 他在微信里讲 他就上了五个 上了五个 然后他的经验是 首先搞定班长 你再看下边 然后就是 跟要捐钱的这个人呢 就开始发这种微信 就是说 两万左右 可以让他们陪你一个假期 什么我们看资料合适的 我们就定 关键是你能确定吗 等等你看你想要中学的 高中的还是大学的 你再看下边 这是他跟人这个网聊吧 这是电视节目里的截图 就是你看 记者有偷拍的 记者偷拍 记者偷拍的 暗访的 记者偷拍的 他就自己说 我先吃了 再给老板 然后你再看下边 就这个王杰 他跟人发这种 就是这个小女孩啊 山区里的这个小女孩 侵犯性侵这些小女孩的录像 有几十段这样的视频呢 几十段这样 而且公安现在至少在其中发现 这个首次性侵的时候 是未成年人 有未成年人 然后呢 你知道现在一个麻烦的问题 就在于哪里啊 这个案子肯定是要严办了吧 但是大部分受性侵的这个女孩 现在都沉默 或者拒绝出来举证 你刚才说我特别忍不住 我想说一句什么 你说他人面受心是吗 我昨天真看了那一段 去暗访他那个视频啊 就你们前几张 那个图出的 还是我估计他 那个样子 还算过得去的样子 他那个在暗访里面 他整个脸出来 那个人的样子 什么人面 那就是个寿面 就是他那个人的样 那个相貌 就是一个 咱们讲什么 脱皮无赖户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扎了个辫子 那个勒里勒特 而且是在一个酒桌上面嘛 吃的已经是 就是非常那个狼藉 然后给人看这个 你看我这个视频 我怎么样去 那个侵犯人家 他自己拿给人家 对啊 就他可以猖狂到这个地步啊 就给人看 我怎么侵犯 他都给人看 你知道这个事是什么 你这个事是 山东有一个义工 就化名叫秋楚 这小伙子挺有意思 他就是做膳事 然后上这个摆设计学网 你知道他的摆设计学网 是个什么呢 据说他这些年呢 九年来吧 从这个是征集了七百多万的这个钱 就是这个王杰 他搞这么一个网页 那么他把这个贫困女学生的资料发上来 比如如果你想住学 你想捐助 那么你就把钱打给王杰 由王杰呢 给这个女孩 所以山东的那个义工啊 有一个叫秋楚的 他也捐 但是后来呢 有一个女学生 跟这个秋楚说 说你把钱直接给我吧 你别给王杰再转给我 他秋楚就觉得这里边有猫腻啊 说你说为什么 他说他呀扣掉了一部分 说扣扣 比如扣10% 20% 甚至有的钱就没给你 没给这个孩子 然后就以此为开端 他不怀疑了吗 怀疑了他不就调查吗 调查他就冒充 为什么他收集了几个计的那个资料 就是这秋楚举报他 查了他一年多 就是他就冒充要捐钱的老板 跟这个王杰 结果呢 一开始还以为他只是一个节流嘛 自己扣点钱嘛 这王杰就以慈善为谋生的了变成 但是没想到这王杰接下来 开始跟他拉皮条了 同学就说你要什么样的 他说 跟他再聊两句 就说我把视频发给你 一下给他发过来好几段 他一看 这视频里全是这个王杰 性侵各种各样的小女孩的 这意思就是说 我是有保证的 只要你捐钱 寒假暑假 你挑一女孩 你要小学的 初中的 高中的 都行 而且他说的那个话 就是说有个女孩子 什么我从他上小学五年级 一直到现在已经上高中了 我一直在吃他什么那种 就是他那一段 那个暗房里面 当然他出来说都打他就 他就全打那个马赛克 但你声音能听得见 哎呀 就是那种惨 我就是真是看不下去 而且他整个这个事情里面 就有一个很关键 他成立这样一个助学基金啊 没有去民政部去报告 那么其实后来我了解了一下 因为我有 就我有朋友也是做这样的一种 这个慈善去助学嘛 他说呢 你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去那个民政部去登记 他们有一些这个审核 不过审核呢 他有年审 主要是审你账目有没有问题 不是审这个人 要么呢 你就是通过跟一些这个基金去合作 基金呢 有公家的 像那个宋秦林基金啊 或者什么 还也有私人的 但是你这个如果是私人呢 你启动基金要有一百万 那他这个呢 是属于什么手续都没有 就他自己 就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基金 你们来捐钱 然后他太远了嘛 在广西那个老少边平地区 很少有人查到他 而且主要是这些个小孩啊 这些个小女孩啊 就是一个是这个当地有这个观念嘛 就他就被男的侵犯了 他觉得丢人嘛 就丢人 再一个就是就是害怕 你想这个家里 就是哎 他们就说了说国家有义务教育吗 不是 为什么还需要捐 实际上就是穷的没有生活费 对可以免了国家免了你学费 但是他要去哪上学 他不还有个生活费吗 这个王杰就干这个 干这个呢 呃 据说他大概是从2008年开始转的 当然这都不一定 就是说因为最早呢 他那个打发出来的孩子的照片 有男孩有女孩 到后来呢 一两年之后 他就变成只帮助小女孩 女童 其实这个人呢 要叫我 这些女孩多大的 中学 有小 最小的是上小学啊 最小的12岁啊 就未成年的 未成年的 未成年的 所以你 你知道就有的女孩是本来就拿了他的这个钱 而且他还有一部分女孩最后据报道说 就是被他腐化了 有一个受助的女孩 后来就是他公开的情人 他也有老婆的 然后呢 就是他公开情人 然后有一个女孩说恨死他了 就是说 他说吃定了几年嘛 最后把这个女的一直搞这个女的 搞这个女的最后这个女的拿了钱是想上学吧 可是怀孕了 怀孕了没办法 只得退学了 退学了 打了孩子又去打工 去打工 这个王杰还一直追着这个女的骚扰 我就在想 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地方做一个坏人的成本那么的低 这个人他什么都没有啊 他就是 他本来还是一个好像是做老师的 后来说因为在学校里面也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男女关系的问题 被开除了还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人其实当地 他一直在为人师表 对当地一些人是知道他不是个东西 对 爱搞小女孩子 对 他当老师的时候就就犯过这事 但是呢 你知道这就是说 一旦搞个什么摆设计学网 成了计学达人 成了被称为大山里的天使 哦 这事有了保护伞 有感觉就有了保护伞了 甚至他这有诈骗的嫌疑 他跟人家说他是什么龙林县 什么宣传办的 什么什么的 旁边跟着一个跟 他还拉他自己的小哥们一块性侵呢 一块性侵这帮小女孩 你说性侵这个 这个概念有点模糊 这是强奸吗 不一定是强奸 那你未成年人 也可以算是 那我们先把未成年 这个假定说成年的话 他这个 你就从法律上来讲 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 他什么情况都有 他可能是强奸 可能是右奸 可能是新交易 谭板盈呢 他还帮人家去拉条呢 可能是有条件的 你比如说这些山乡里的小女孩 就说我要领到我 人家比如徐子东帮助我的钱 我领到我的钱 他说你得到县城来办手续 或者我得把你拉走 拉到县城 拉到县城就宾馆开房啊 开房呢 就等于像潜规则这样 对你愿意不愿意 你要拿到这个钱 你就得让我玩 你不让我玩 我不给你这个钱 那可能有的小女孩 有的小女孩就是不去啊 但是 也有的就拒绝 但是没有告发他 就说 现在就是 这些大部分女孩 都不愿意出来 就是怕丢人啊 怕这些 这些很偏僻的地方的女孩子啊 她受到的这种性观念啊 她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她不敢 就这个吧 他们都不出来这件事情 我想到一个特别荒谬的 一个结局啊 就说比如说我们现在 大家都说 这个人是个坏人 然后把他抓住也好 就是怎么也好 大家觉得这个事就完了啊 这个这个坏人被抓住就完了 但是我在想 会不会有一些小女孩 他们默默的在想 她如果还在呢 我就算被她侵犯 或者怎么样 我还能拿到一些钱去上学 那这个助学金不在了 我以后怎么办呢 你说的对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很荒谬的结局 不是荒谬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 他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他收了好多钱呢 现在这个人一抓呀 这个钱全部都冻结了 冻结了就意味着那些 接受救助的女孩子啊 没钱了 拿不到钱啊 拿不到钱 你知道他后来就是 我认为他是逐步发展的 先是自个儿玩 你知道吗 然后到后来就开始啊 这实际上等于银没了 就等于就是掌握 一方掌握性资源 然后呢 那边就是说 人啊 要不说 我就说 这个有时候老子 讲过一种很恐怖的这个思想啊 圣人不死啊 大道不止啊 要不说有的时候人 这个善恶这个转化呀 你看 有的 有的人是爱心人士 一开始看到他网上的这个资料 真的是想捐助 但是呢 联络联络 他把这个性侵视频发过来 同样是这些爱心人士 一发现 这买卖也不错 我捐助了 我好心有好抱 找个女孩耍耍 你说 带这些女孩 又唱歌又睡觉的 你说这 咱们先去这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这边 其实就是聊这些事情啊 我就会觉得要有一个顾虑 就这些事情啊 它特别打击人家好心 人想帮助人的这个这种心思 是吧 你比如说咱一说这个 那肯定很多想帮助贫困孩子的人 就收手了 对吧 希望不要这样 但是我就是说 哎 真的是什么人都有啊 就是说是现在有这个 拿宗教挣钱的 就是说 搞庙的是吧 还有搞慈善的 我就见到过 就他 他自己不用谋生的 他自己就 且别说这个就罪大恶极了 那我见到有些做慈善的 那就是在中间拿钱啊 就吃的就是这个 自己都发了 他在当地小日子过的也不错呀 这个这个王杰啊 他就是靠你这到到处到 所以到最后我就发现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恶呀 必会恶是不会停止的 他最早可能就是自己玩个小女孩子 到后来开始发展到 拉别人进来 到后来发展到主动的这个卖淫 其实就就就都受都受 主动的都受 所以这些人都是说大老板嘛 你看他这说就大老板 大老板说哎你给我捐三万块钱 你给我三万或者五万 我这就发一个小女孩 你挑给你发图 挑好了之后呢 陪你去过一个寒假 陪你去过一个暑假 就开始发展到这个 对你说他这就是 这一步步的这样一个发展 是为什么 我还是我刚才说 我觉得他的就是犯罪成本太低了 说他有什么保护伞 也不是什么保护伞 他那时候跟人家吹 说他是跟什么县领导 怎么怎么样 最后发现他那个人是一个 县领导的司机 就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他在外面 要真有什么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对 然后呢 那个记者去调查以后嘛 不是那个记者 就是那个你刚刚说的邱楚 他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网友 是个义工 他自己拿到那么多的证据 去找当地的有关部门 也没有人接手啊 最后他没办法了 他去找媒体 然后是电视台又跟进 再去暗访 再去拍 才在电视上播出来了 然后有人冲进去抓这个王杰 说是因为领导看到电视上播出来了 才去抓他 就是为什么他就是没有人可以管住他呢 本来媒体成为司法审判工具呢 我们都是非常有保留的 我们都说过嘛 某些媒体变成了一种现代科技手段的游街 对不对啊 这是不太好的 但从这件事情看来 他的效果是是很好的 找公安没用啊 最后他是捅到媒体上 才才才才抓了人 为什么找公安没用呢 不是没用 我我觉得啊 不要说什么背景不背景 要叫我武断的这么想啊 就是一种啊 这个这个龙林县的这种地方的这个部门 公安也好什么 就是所谓麻木不仁 不作为懒惰 怕麻烦 就是这么一人 因为他这个这个这个人报案嘛 给那个公安 公安什么就是那种啊 下了班 下班了 下班了 明天再打 或者说你要报案呢 你得到我们这来 你打电话 这个不行 弄些这个玩意儿 而且这是一重吧 还有一重呢 是什么呢 像秋楚这样的人 也只有一个 你明白吗 好多这个人呢 反而被卷进去了 不是 咱就不算被卷进去的 好多人 这个人到处发这个视频呢 就说你捐钱捐钱 你看我这个性侵女孩的 你也可以来 也没有人告发 没有人告发 甚至现在出了事 这个协助的去调查的时候 这些人也不愿意 就中国人这种明哲保身 你别找我的麻烦 我啊 本来想捐助 一看他是这个的 我就走了 但是呢 我也不至于去找麻烦 去去告发他 只有像秋楚这样的 就是这算是给他搞到底 有时候就需要走一点 一个走一点的人 他就可以把事情捅出来 你刚才讲那些女孩 现在不敢告 是怕断了资源 会不会是另外也怕报复呢 就是他们可能 他不只是一个人 他有同党 假如你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不肯站出来 你站出来 这些女孩怕自己 或者自己的家人 也受到牵连呢 会不会是有这种 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些山乡里的女孩啊 他觉得这是个丑事 有的女孩已经上了大学了 那么他呀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不想谈 对吧 你过去了 再弄弄弄弄的 同学们都知道了 他又觉得没法做人了 这是女人一种 能理解的心理 有一两个有站出来 就是电视台有访问他们 他们做了那个变身处理嘛 就是你你不会听出来 他是谁了 他有讲这些经历 他讲他当时是因为家里面 有几个孩子 然后别的也要上学 爸爸妈妈又病啊怎么样 他不得不这样做 就您刚才说的是 我觉得他有各种原因 有性观念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保守 或者是他也想得到那个钱 或者是他怕 这个打击报复 但全家在一起 你就看他们是多么的弱 他没有任何力量 保护他自己 那边那个坏人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能量 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坏人 可以做那么多的恶事 才一米六 就是长成那个样子 长成这个样子 而那些小 而那些小女孩 他们的诉求很简单 我就想 我就想去上一个学 但这条路上 还要碰到多少障碍 没有 没有什么力量 可以去保护他 就碰到好莱坞 他就拍电影 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这个就是一个 恶人怎么样 在一个社会上 这个怎么怎么 这么一步一步 发展出去 他们就会拍这种电影 对 而且我觉得真的 就是我从这些 女孩的角度上想啊 我就觉得 他完全可以得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特别能明白 那种情况 你知道就是那种 在这个某个村的山乡 你像家里穷的 这个女孩啊 就是说下雨的时候 都怕瓦片掉下来 就那么一个家 然后呢 有点资源都供儿子了 女孩没有受上学的权利 所以这女孩要走出山乡啊 你这穷的叮当响 然后来了这么一个叔叔 说起来还是个做善事的 开这个汽车 说哎 有人住学 但是你得到县城 跟我办手续 拉到这么一个宾馆房间 就要脱你的毛衣 你说哎 一个十几十二岁的 十岁小女孩 她也没有受过任何这种教育 她 她对她这个世界只有恐惧啊 所以有一个女孩就说啊 说我觉得整个县城都是陌生的 整个县城 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 她觉得整个县城 就完全可以理解 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一个叔叔 他就这么干了一些这样的事 而且他以后 稍后他就发现这样的 像他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个 可是蛮多的 他可能也就这样接受了 对啊 他觉得就是这样啊 人家也就瘦了 那你不就 先把班长搞定吗 对 其实那个学校就您刚刚说 如果是那个好莱坞 看到这个故事会拍电影啊 我在想 我说好莱坞拍电影 可能还拍不成 是因为什么呢 这里面没有一个英雄角色 那秋楚可能算一点吧 但是他们拍电影 一般找这种 就好像社会上一件 没有人管的事情 怎么怎么样 最后他还要树立一个正面角色 你就你比如说 好像是前几年 有一个片子讲 那个人 给生艾滋滨的人 他去找药嘛 他也是犯法 对不对 但是好像他是出于 要帮助别人 怎么样 就是政府管不到的地方 他可以去帮助别人 但他其实是在犯法 你还有像 那个是叫马拉拉吧 那个巴西惨的女孩 对吧 就塔利班来 我也要怎么怎么 要冲上去 他们喜欢树 这种英雄形象 还给人以希望 他们拍 他们电影有各种不同拍法 对 他完全可以反过来 他的毁山关拍法 毁山关 一米六的 那个就是英雄人物了 近视培育 斯德哥尔摩情节 他会从这个角度去拍 反正我准备 跟那个全国人大建议 就是为了他这个案子 咱们以后是不是立个刑 就是这个化学阉割 我认为 好多人都这么说 可以给他弄一下 现在有这个刑吗 没有 听说韩国人 好像有的 中国没有 世界上有的 当然世界上有 强奸犯有时候 有啊 有啊 有的人也主动 自己也要求 有的人自己主动要求 因为他控制不了 那是毁坏犯罪工具啊 跟犯罪的 出的动机 没有关系 他没了工具 他动机也没法动 对 好 研究一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种情况特别恶劣了 这个是真是真是叫人发指 但是你刚才讲的另外一种情况 我觉得 我觉得属于人性当中 常常可以理解 就是说假如你做个慈善 你是处于一个好心 但是然后呢 挣的大笔的钱就来了 大笔的钱 比方说什么 什么最最可爱 作文啊 什么什么 我们上次读过的吧 编曲 还木顿顿的 你这个 你一下子 你就几百万了 你一个人 怎么能忍到 这几百万 全部给别人 已经就给他们 打着种种名义 又关爱老兵啊 又关爱贫困山区 又关爱这个的 这里边有的人 我就了解 你知道吧 人是有复杂性的 他一方面喊着口号 一方面确实在干着一些正义的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人人品极其差略 所以对这样的人 不能光凭道德和人品 你要有监督和法律 对吧 就是慈善这个东西 应该有立法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在国外的话 他们就是说 其实也有各种各样 很很复杂的情况 也有人利用这个慈善机构 去洗钱了 也就也是有的 但是就程度上 我经常说 中国什么事 就是在外国他都有 就是程度不同啊 人家可能有 就少数是这样的 但大部分的 可能你还是有一个人 可以去 就某一个机构 可以去监督的 但在中国 我跟我一个朋友聊 他是在上海嘛 你知道上海人 不经常说那个外地 就出了上海 觉得都是外地 他就说出了这里 在外地都是乱来的 他这样说 他自己很多年 就做这个助学 他怎么呢 他说我只送东西 我就点对点 我送东西 我不送钱 而且他们就 从外面去了解到 有一些这个基金会 他们也是 哪怕你是公家的 说好了 说我给你拨多少钱 这个钱是 由这个国家拨的呀 我这个账户 我给你拨多少钱 那个帮你做这个拨钱 这个动作的人 就说你要给我回扣 对吧 我要多少多少钱 都是 然后很多人就说 他也有一些 就是比较有钱的人 就说有的人过来跟我说 要我去做吃饭 我说算了 我给你多少万 你自己去干嘛 你去吃顿饭吧 或者干嘛 说我就把钱送给你了 因为他个人没有手段 去追踪这些钱 怎么花 红十字会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机构 这个是最值得大家信任的 我就搞不懂 现在郭美美省了半天 他跟红十字的关系 一点都不碰 一点都没有谈到 他现在是一个赌国 而且大家这么关心这个事情 他也没有说他是哪里不对 也没有说他哪里 就是这部分不谈 假如他真跟红十字会没关系 那你可以借这个机会扯清楚 他问题是说有关系 但是这个案件不不牵手